請各位坐下 現在請行政長官先向本會發言 梁君彥主席、各位立法會議員早晨 還有三個星期我完成了行政長官的五年任期 今天獲得主席安排在立法會議事廳作最後一次發言 並回答議員的提問感到非常高興 也在這裡預先多謝梁君彥主席 在6月21日安排了一個送別的五宴 凡是去到這些重要的時刻 一般人都喜歡做回顧和展望 對於我來說因為過去五年真是驚濤蟹浪 香港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嚴峻挑戰 所以值得回顧的事是非常之多 而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我們正是站在回到了一國兩制的初心 和正確的軌道這個新起點上 所以任何人也對香港的未來是充滿了期待 今天值此機會我想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的體會 第一是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第二是有關愛國者治港 如何推動香港實現良靜善治 第三當然是香港的未來 特區奉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制度 直接是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是有一個雙負責的制度 也是一個雙首長的體制 行政長官既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也都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行政長官既是行政機關的首長 也都是整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所以行政長官除了要確保由他領導的行政機關 是理職盡責 也都要管理好特區的所有事務之外 也都要維護立法機關制行行政機關這個憲制的職能 當然同樣行政長官也都要維護司法機關在司法 行使他的司法的獨立權 我在2017年7月5日第一次以行政長官身份來到立法會的時候 我其實首先也是回顧了我在政府三十多年以來 怎樣去履行做好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當時我是這樣說的 我說我不是賣口乖 但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來立法會 因為立法會是一個議事論事為市民做實事的地方 所以看到過去幾年的內耗 當時是2017年 大家知道2017年之前那幾年 特別是經過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本議會當時是一個什麼政治局面 所以我當時看到過去幾年的內耗 鬥爭 劍拔老張的情況 我是感到有點傷心的 我聽到我的公務員同事 有時候苦笑地去問 提到自己要等幾多次議會的時間 花幾多個小時才能夠入到議事廳 去講自己的議程 因為不斷地在拉布 我為此也感到痛心 看到因為行政立法關係 當時欠佳 官員和議員缺乏自信 缺乏互信 而又拖慢了政府落實政府政策的速度 我感到擔心 但是我不灰心 因為我仍然深信 絕大部分的議員和官員 都是心愛香港 都願意為目前 即當時的困境 是穩出路的 其後一兩年間 我努力過 加強了和不同背景 黨派政治理念的議員溝通 也吸納了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 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我2017年的施政報告 和2018年的施政報告 儘管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議會 也都是議員的分組點票 都是獲得致謝動議通過的 但是一場修例的風波 就說明了良好的行政和立法關係 必須要建基於一國的原則 需要正確掌握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如果是有鼓吹港獨 或者危害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的人 通過了選舉 進入了特區的政治體制 利用議會這個平台 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甚至勾結外國的勢力 衝擊一國的底線 輕則拖垮特區的管治 重則企圖顛覆特區的政權 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我的體會是 要徹底改善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必須要確保愛國者治港 因此過去兩年中央果斷出手 特區當然是全面配合落實 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 為香港開啟梁政、善治的新篇章 有了這個一國原則的共識 其他要處理好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真正做到 以而有缺、缺而有行 確保政府依法施政、順暢、高考 我認為已經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其實由愛國者組成的立法會 有助提升特區的施政效能 已經是出現了 已經建於第六屆立法會最後一年 即是在2020年12月1日之後 和至今運作了不足半年的第七屆立法會 立法會在這段期間通過了不少 意義重大的條例草案 包括引入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全面禁止電子煙 和即將在今日會通過的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亦都是通過了很多撥款的建議 亦都是督促政府加快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著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這些雖然是不具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大半年來 我和特區的官員都很認真去考慮 究竟大家提出的意見 如何可以得以落實 事實告訴我們 如果不是已經可以確保愛國者治港 我們是沒有辦法可以落實以下的工作 第一是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 這個也是為何我在2017年3月當選之後 我已經是洞悉到當時的政府架構 亦都是我五年來的政府架構 並不完全是完善的 但是當時的政治內耗環境 根本沒有空間 可以將這些建議提交給立法會 但是今天在愛國者治港的歧視之下 這些工作可以做 亦都會做得成 第二就是若非愛國者治港 我們根本沒有這個基礎 去講港心兩地的全方位合作 包括黃江口岸實行一地兩檢 包括一河兩岸打造一國兩制之下的創科一區兩源 如果不是愛國者治港 我們亦都沒有這個底氣 去重新提出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這條曾經經過兩次滑鐵路 在立法會拉布而無疾而終的重要法例修訂 如果不是愛國者治港 我們亦都不會提出一個打破了地域限制 有助香港融入發展大局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可以橫空出世 所以一個確保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 令到我們的官員是更加有志氣 更加有底氣 可以創新思維 不會因為建議被政治內耗拖垮了 而是卻步 有了雙重保障 有了上述的底氣 香港是更加有把握 可以用好我們的獨特優勢 更加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其實機遇是無限的 大家只要看看去年三月 中央通過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裡面 就看到中央對於香港的加倍的支持 除妥傳統的產業 即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以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這四個環節之外 中央亦都透過十四五規劃 首次支持香港發展國際航空樞樓 亞太區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過去這五年的發展 其實最令人振奮 也最令本人感到安慰的 就是創新科技 以及文化藝術的發展 我在這裡不會詳細再講述 但是創新科技的發展 是通過我們史無前例地 投入了一千五百億元 也是初見成效 而文化藝術發展 同樣是特區政府投資 所在西九文化區 去年開幕的M家博物館 是受到廣大的歡迎 而大家現在熱切期待的是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將會在七月二日對外開放 我在這裡可以宣布 特區政府和國家文化及旅遊報 已經剛剛敲定 我們將會在六月二十二日 聯合主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開館儀式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這五年來 無可否認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挑戰真是前所未有 風高浪急 但驅動我勇往直前 無畏無懼的 是一份強烈的歷史的使命感 和時代的責任感 儘管社會對我的工作評價不一 在座各位議員 對於我領導的特區政府 也都認為有改善的空間 但我可以大膽說一句 我已經交出了一張 無愧於我自己的成績表 也都為我四十二年的公務生涯 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在這裡我祝願各位議員工作順利 正通人和 香港市民攜手再上新精情 開創一國兩制事業 更輝煌的未來 多謝大家